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说 祂要赐你平安 祂将祂的平安赐给你 是世界不能给的 同时也是世界堵不去的 让耶稣基督的平安在你的心中做主 今天当我们QT默想神话语的时候 让祂的平安充满你 哥林多前书十章十四到二十二节 我所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 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 你们要审查我的话 我们所祝福的杯 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 我们所拜开的饼 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 我们虽多 仍是一个饼 一个身体 因为我们都是分寿这一个饼 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 那吃祭物的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 我是怎么说呢 岂是说祭偶像之物算得什么呢 或说偶像算得什么呢 我乃是说 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 不是祭神 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 你们不能喝主的杯 又喝鬼的杯 不能吃主的言习 又吃鬼的言习 我们可惹主的愤恨吗 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 今天我们QT的经文 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十四到二十二节 在今天一开始 在今天的经文十四节 有两个字 我们中文圣经没有翻译出来 就是所以 这段经文是延续昨天的经文 提到 神是信实的 祂不会叫我们遇见试探 过于我们能够受的 所以祂必会为我们开出路 让我们能够忍受得住 所以保罗接下来说 亲爱的弟兄们 要逃避拜偶像的事 换句话说 对哥林多教会 这个拜偶像很大的试探 保罗鼓励他们 要全新的信靠这位信实的神 他一定会给他们开出路 重要的是 我们要认知这个严重性 保罗说要逃避 拜偶像的事 逃避 我们也可以解释成逃跑 远避 虽然哥林多城市 充斥着这些拜偶像的问题 但是 主一定会 为这些信靠他的人 开出路 保罗接下来 用一个非常严肃的比喻 来说明 为什么他如此的强调 要他们逃避 拜偶像的事 保罗用圣参 在我们信仰里面 非常重要的主的圣餐 也就是逾越节的 第三个祝福的碑 耶稣设立的圣餐 主的晚餐 这里说 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 我们所剥开的饼 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 统领 换句话说 正如在圣餐里 的当中 我们与我们的主 基督耶稣 有了真实的连结 真实的合一 并且 在今天的经文里面 也提到 不只是与主 有真实的连结 进入到约的里面 有真实的合一 同时我们和其他的弟兄姐妹 同领一个饼 也同事一个身体 这也是参与在一个团契的关系里面 正如同 旧约这些以色列属肉体的以色列人 他们同领 祭坛上的物 一同参与在这个祭祀的里面 这是有相关的 所以保罗用这个严肃的比喻 接下来要告诉他们 相对的 如果 拜偶像 那又是 怎么样的 一个情况 保罗很严肃的谈论 关于主餐的事情 紧接着 他就提到 祭拜偶像的问题 保罗说 我岂是说偶像算的什么 或者是 这些偶像之物 算的什么 他所要强调的是 正如同我们在圣餐礼当中 与主连结 与其他弟兄姐妹 连结 团契 同样的道理 如果 我们参与在 祭拜偶像的事情里面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保罗说 外邦人所献祭的 不是祭神 而是祭鬼 那就参与在 这个 祭拜 鬼魔的 这个 连结 甚至于 与鬼相交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针对 格林多教会的信徒 是已经蒙恩的 保罗说 我们岂可以 又吃主的言习 又喝 又吃鬼的言习 我们岂可以喝主的杯 又喝 这些鬼的杯呢 不可以的 保罗非常严肃的说明 我们不能够这样子 来惹动神的愤恨 如果我们读旧约圣经的 历史教训 我们晓得 在明书记二十五章 曾经 由以色列的领袖 带领着 以色列百姓 和迷殿的女子 行淫 透过巴兰的教训 巴勒摩押王 让这些迷殿的女子 来诱惑以色列人 诱惑他们去祭拜 巴利皮尔 甚至于吃祭偶像之物 与他们的偶像连结 来玷污神的百姓 圣经告诉我们 神的怒气 发作 当时因为瘟疫而死的 就有两万四千多人 神在愤怒当中 吩咐摩西 要去把这些 以色列的领袖 找出来 抓来 把他们挂在 木头十字架上 审判刑罚他们 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 因为领袖 带着百姓 一同的来犯罪 得罪神 当日拜金流读的时候 也是亚伦纵容 百姓放肆 所以当我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刻 也很深的体会 我们要为教会神的百姓 能够脱离这个拜偶像的试探和玷污 我们要很认真的看待这件事情 我们不能够惹神的愤恨 所以 如何在教会中 作为属灵的教师 这些牧羊人领袖 我们要如何带领弟兄姐妹 我们做父母的 如何成为儿女的榜样 能够在这个邪恶淫乱败坏的世代 能够脱离这些的玷污 使我们分别为圣 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 当日启示录 别加魔教会 就是因为他们服从了巴兰的教训 诱惑百姓 行这些拜偶像 诗迹偶像之物的得罪神的事情 如果在初代教会 就有这样子严肃的问题发生 今天我想这个问题也是神要我们勇敢去面对的 求神亲自在他的教会中来做洁净的工作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父神 我们来到神你的施恩的宝座面前 向你恳求 求你的怜悯 赦免我们 时常在知道或不知道当中 所犯的罪 不知不觉当中 得罪你的事 特别是在充满了拜偶像的这个文化里面 不管是在职场 在学校 在家庭 在我们的社区 我们居住的环境里面 可能不知不觉 我们都有沾染 做出不讨你喜悦的事情 主要求你赦免我们 并且求耶稣的宝血 洁净我们 在今天的信息当中 让我们用认真的态度 来回应你 今天求主 我的神 将这宝贵的信息 放在我们的心中 教导我们 如何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 在这个充斥着拜偶像的文化里面 主也求你教导我们做父母 如何保守带领我们的孩子 知道如何来做分辨 并且活出美好的见证 活出具有影响力的 能够在这个世代成为主复活的见证人 主与我们同在 随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